台北天空雾雨密布 一大早就降下大雨 气温也跟着下滑不少 但气候鼠提醒 入夜后雨淡的重头戏才真正到来 在整个南海到菲律宾东方海面 甚至是台湾附近的海面 是一个整个大的低压带 那所有的雨系跟水汽 主要都会在低压带之内 在台湾东北侧的这一颗热带性低气 预计未来会持续的朝西北方向前进 那在这个期间 台湾就会受到它的外围雨系的影响 在清晨的时候 苗栗地区有发生 三小时200毫米以上的 大豪雨等级的降雨出现 台湾周边大片低压带笼罩 天气本来就很不稳定 再加上东北方的热带性低气压 TD19距离台湾好近 外围云系带来水汽 周六白天全台犹豫 下半天到周日基隆北海岸 南部地区东南部可能出现 短延时强降雨达到豪雨等级 周一低压带稍稍北台降雨趋缓 但水汽残留 各地得留意午后雷震雨 今天晚上到明天 其实受到整个水汽移入的影响 还有低压带整个水汽通过的状况 在基隆北海岸北部 甚至是南台湾 在降雨等级上都会是有达到 有机会达到豪雨等级 而且几率是比较偏高的情形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范围影响 其实是蛮广的 第14号台风葡萄桑 虽然持续朝着东北东前进 但即将被降级成温带气旋 而在台湾周遭的TD19 虽然成台几率低 但带来的水汽可不容小觑 提醒民众千万小心 民事新闻末站本引文签 SNG小组台北报道